拜託大家 無所謂的一個機會 讓他來站在台北市市場 讓我們台北市變得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美麗 越來越好 我們辦都更 由政府來辦都更 那政府投資沒去 我們台北市已經 拜託拜託 無所謂的一個機會 我們台北市已經20年 已經20年沒進步了 我們現在無所謂的 台北市 無所謂的 所謂的這位三個在哪裡 各位我們富民市場 各位台灣老闆 還有來採購的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很抱歉在這裡跟大家招呼 我是市長候選人 定期第七號 所謂的 這次我參選這個台北市的市場 就是看到我們台湾 雖然總統 這個計算有26年了 但是我們社會呢 貧富懸殊 越幽越嚴重 很多年輕人 實在是這個 房子買不去 租也租不去 而且 晚上生孩子 養不起 生不起 那麼40歲以上沒有結婚的 比比皆是 所以台灣現在是全世界最不生的國家 所以呢 這個年輕人低薪 買不起房子 不想生小孩 對整個台灣的社會 未來做生金嚴重的影響 那麼 我們的這個 出生率這麼低 所以我們以後呢 減報 我們的健保都會崩潰 我們的年金保險呢 也會崩潰 所以呢 對 要怎麼來改關台灣社會的困境呢 這實在是一個 很劈的問題 所以 啊 少年級的問題 要怎麼改關呢 那麼 不然說 0到6歲 小孩國家養一萬 那麼 現在最重要 就是這個 居住正義問題 就是這個 房子買不去 住不去 所以 在過去6年萬萬 我們的人口呢 減少23萬萬萬 要怎麼來改關這個問題呢 台北市有將近10萬元的空屋 10萬戶的空屋 這10萬元的空屋呢 如果可以讓它來釋出 啊 來 用社會住宅的方式來出租 這樣呢 就可以讓 很多年級 可以在台北市 可以有比較少的 租金 可以繼續在台北打拼 要改關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但是過期大家都沒有做 就是這個空屋稅 如果你是用空屋稅 可以加速 來把這個空屋釋出 結果現在政府呢 變300億 在做這個租金補貼 這個租金補貼呢 最重要的是 補貼 有很多房子的人 補貼很多有房子的人 所以這實在是一個 當頭做的方式 那麼 那麼 除了這個空屋以外 台北市現在還有很多這些 工郵地 尤其 國防部的土地 國安部 虧具用的土地 還非常多 結果現在 這些土地呢 都拿去擦地皮 一皮 起床後 都買一兩百萬 基本上 大家買不去 年輕人買不去 像那些財團買不去而已 所以 我們這些公郵地 尤其 軍方 這些 非軍用土地呢 應該全民情者 拿來做社會住宅 台北市 你像這樣 華光社區 12公頃 那就可以去 4千塊 那麼 空軍總裏的 空中 那麼 也將去要幾十公頃 靠著五十 應該還有 4、5公頃 可以來做社會住宅 那麼 像這個呢 就是可以 去比較多社會主體 這些少年街 就可以到台北市 就不用了 買到 到台北市 買到 到新北市 那麼 就在這一岸 我們台北市的 都庚牛部化 像我們這個 貨民市場 這麼老熱 這麼重要的 所在 但是 我們的經濟 市場的 環境 採港的環境 其實是 很需要套過 都庚來 解決這些課題 解決這些議題 台北市 都庚牛部化 主要是 過去 我們都是 割建鄉 割這些 宅團 來辦都庚 建鄉 和宅團 來辦都庚 他當然也要談 所以 做成這個 都庚牛部化 都庚變成 土地炒作 最重要的 這個客局 所以 要怎麼改革 我們這個 台北市 維老建築 有很久的問題 那麼就必須要學 歐洲 歐洲的這個 非營利 公辦都庚 就是說 歐洲 我們的都庚 都是由政府 插頭 以非營利 都庚的方式 由政府來投資 來辦 我們台北市 有12的行政區 所以台北市 如果要辦都庚 就現在的速度 市場是不會負責 還有100年 200年就去不了了 沒辦法改管 所以台北市 12區 我們動選起床 12區 要成立12家的 非營利 公辦都庚公司 12區 一區成立一個 非營利的公辦都庚公司 為什麼叫做非營利呢 就是政府導資 不是委員要賺錢 政府導資 除了這個 姓本以外 主要就是 可以把政府 拿到這些房子 來作為社會住宅 來幫助很多 年輕人住不去的 一些浴室住不去的 可以透過這個 都庚同時解決 這種居住正義 年輕人住不去的困境 確定來解決 我們台北市 現在的困難 那麼除了這一岸 全世界一個大都市 這個糟金 如果蓋起來 都要有一個 合理的觀點 就是說 糟金不合理的蓋起來 我們這些 小型里人 大家日子 越來越難過 衝壓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們要實施 這個對 不合理的 租金的管制 我想這是 對於我們這個 台北市 居住正義 要怎麼改管 至於說這個 小孩子 小孩子的問題 要怎麼來改管呢 那麼 除了我們 發出來說 0到6歲 小孩國家養 政府要付錢以外 那麼其實 這個 家長的負擔 我們現在很多 閒置的 國小 國中的 教室 你這如果 請假 在閒置的 國中 國小的教室 來作為 社區化的 公共 偷鷹中心 社區化的 公共保姆中心 包括社區化的 偷勞 現在也很需要偷勞 所以 我們 應該 清查這些 閒置的教室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 每一個家長 一個月 升一萬塊 一個月可以 升一萬 那麼 除了這一碗 老人的問題 現在我們市場 也有很多 超過65歲 還要拼的 也有很多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 長照的問題 現在有 很大的困難 但是 政府和政府 是長照保險 給我們 很多 這些年輕人 長照 一個月的負擔 四五萬塊 負擔不去 所以 很多人 甚至 四頭路 回去 護老婆 所以 如果 我們做啟動 我們台北市 要來帶頭 長照保險 那麼 長照保險 給大家 不用擔心 四大人 長照 這個負擔 長照 轉化為 一個 對整個 台灣 社會 一個轉型的 一個照顧產業 所以 長照的負擔 可以開關 我們的長照的 品質 可以提高 我們的市 大人 哇 你比較有尊嚴 也可以增加 很多 我們的中年失業者 集合的機會 我想這是一個 一舉多得的方向 那麼 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 那麼 我們知道說 很多人 六十五歲以後 一定沒有 月退 我們現在有這個 勞保月退 這就是 過去我在做任務的時候 我們推動老人聯金 那麼其中呢 勞保年金化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勞保年金化 讓現在很多勞工退休 那麼有一個退休的基本保障 那麼 但是呢 這也沒有勞退 要怎麼呢 那麼現在 以防養老的政策 是大家都一直在提倡說 要實施這個 以防養老的對策 但是 我們現在 全台灣這六千幾天 就是我們這個 以防養老政策呢 是猜錯的是一個 最嚴重的 以防養老 商業性的 以防養老 啊 我們這就要學歐洲了 歐洲有所謂的 這個 公益型 保險型 跟信託型的 以防養老 啊 這可以呢 給大家更放心 把房子交出來 可以讓 生活 按個月 可以領的 累積未退金 這個 以防養老的政策 可以讓我們現在 市大人跟中貴 可以放心 退休 放心 退休 啊 每個月都有固定 的這個收入 可以來補充 它的生活 啊 所以呢 每次如果好好的來 推動這個 公益性的以防養老 這樣我們每次的 很多 市大人中貴 就不用拼到那裡 辛苦 不用拼到那裡 辛苦 啊 而且呢 可以放心消費 對我們的經濟 喔 發展 也是有幫助啦 啊 啊 現在這個少年家 低薪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喔 這個低薪問題 是我們台灣 少年家呢 啊 四個流浪 喔 沒辦法在台灣 繼續 混亂的 很大的原因 啊 要怎麼解決這個低薪呢 剛才我們說的 十二家的 非營利公辦 都更公司 可以帶來 十億 十億以外 那麼我們 我們台灣呢 就要學韓國 韓國在1998年 喔 亞洲金融風暴就要1% 但是現在韓國的薪水 差不多 給我們台灣的兩杯啦 齁 所以呢 要怎麼讓我們的低薪的問題 讓我們來揭穫 就是政府要 打頭 投資 政府要帶頭 投資啦齁 那麼 這個 這個 市政府呢 市當應該要 投資一千億啦 投資一千億 來做電影 跟新創產業 現在少年街呢 低薪問題 我們如果沒有在電影 品牌 文創 還有整個數位創意 那麼去發展 這樣呢 我們的低薪的問題 沒辦法 揭穫 沒辦法解決 所以呢 啊 市政府呢 四檔 投資一千億 政府呢 就四檔 投資兩千億 政府就投資三千億啦 包括民間 相對的投資 最前也三千億 加開六千億 這樣呢 就可以有一個 很大的金牌 來帶動 台灣的經濟 的提升 可以讓我們的 年輕人 不需要四家流浪 可以留在 故鄉 打拼 這樣呢 我們的經濟 就可以來大大提升啦齁 啊 這是 這次 啊 我們的參選 希望可以來 讓我們的台北 脫胎 脫胎 換個 啊 我們的 四大人 中隊 年輕人 的這些 福利 都可以有大大的改善 台北市這個很大的都市 有很多問題 怎麼會是 剛才投票一彎呢 那麼四當投一次票 投票之後要記起床很困難 齁 所以有什麼樣的困難 有什麼樣的圓情 很難跟市政府新手 很困難 所以我如果是洞川市長之後 還要回覆 23年前 旁邊還在做市長的時候 那個市長以民有約啦 就是說 市長以民有約 大家每禮拜 都可以有一個時間 來記市長 來向市長新手 這樣咧 我們老百姓 剛才什麼困難 我們的政府 如果想官僚 我們的官員 服務 如果想 老百姓 不夠親切 求我們老百姓 那麼我們就要讓 透過這個市長 以民有約 可以來改善 我們台北市的 服務態度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都可以來改善 這就是 我們做起床之後 我們要恢復 23年前 市長以民有約 讓大家 有真正可以 每一個禮拜 都見到市長 提出 各項的誠情 跟申訴 政府 希望大北市 可以回來變成親民 服務 而且 清廉 勤政 愛相扶的 一個新的民主初衷的 大北市政府 在這裡 很感謝 我是這個 市長好選人 定義的 7號 手飯碟 第7號 Lucky7 出飯制 在這裡跟大家 挑釀 也很感謝 我們 富銀市場的老闆 老闆 大家辛苦 祝大家 行李辛勞 大賺錢 大家 合家平安 祝祝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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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